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辉 如果说有朋友问我 什么球能够将看花看球和看刺 这三者极为一生的话 那我肯定毫不犹豫会推荐蓬莱宫 就是这个乳图鼠的蓬莱宫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球体 它是软体球 然后表皮的话一般成绿色或者蓝绿色 球的直径最大可以到五到六公分左右 圆锥形或者矮圆柱形 像这个大的就可以看到是明显的圆柱形了 像这种小的话你如果控得好 可以控得几乎是圆球形的 翅是白色的 然后尖端稍微带褐色 你看把镜头拉进之后发现非常明显 或者是全部都是白色 复制通常八到九根 就是说这一圈上通常有八到九根的腹刺 然后有一根中刺 很少两到三根中刺的 这个中刺一般是成钩子状的 看到是上面的钩子没有 深褐色 按照中刺的长短 也有分为长刺和短刺的两种品种 我这边应该算是短刺的 没有长刺的蓬莱宫 花直径两到四公分 漏斗状紫红色的 花期也比较长 通常能开四到五天左右 所以有的小伙伴怎么还好奇 这个花怎么开了两三天了还在开 果实是冬天成熟的 可以看到它的深红色果实 会从这个油之间长出来 就是这个红色的 果实味道酸甜 这个我还没尝过 下次有机会试试了 种子黑色比较细小 一毫米左右 这个大球上面还有种子 我取出来给大家看一眼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的种子 可以看见非常细小 繁殖方法呢 一般采用播种繁殖 也可以采用侧芽牵插 但是我们一般都不会采用侧芽繁殖 因为群生比较难得嘛 这个品种的养护经验呢 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好养的 光照好的时候球体紧凑 你看可以控成近乎球形 在正午的阳光下呢 球体会偏软 就你捏起来感觉会有点软 这样本来就是软体球 所以有的初学者入门呢 会以为是晒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只要夜间稍微给点水 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生长速度比较快 一般两到三年 球体直径到达两公分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开花了 花期呢 适量浇一些磷酸二氢钾 可以让花开得更多更旺 瘦粉完之后呢 刚开始不会有任何变化 然后等到种子成熟的时候 就会像现在这样子 有红色的这个果实 从油间冒出来 取种子呢 建议等大家等它这个红色的冒出来以后再取 这样子苗兵已经成熟了 因为我之前分享给朋友呢 比较急 所以就没有在它完全冒出来之前就采收了 朋友反馈发芽率呢 也不是很好 我可能感觉这个品种发芽率应该可以到90%以上 但是可能因为我操作失误呢 所以导致发芽率不是很高 一般到四年左右呢 这些球就会开始长侧芽了 从鸡部长出侧芽 就是从这最底下的部分长出侧芽 等到侧芽一起开放的时候呢 就会成为一个花球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朋友养了 蓬莱贡集体开花真的是非常好看 总体来看呢 这个品种无论是看花看刺还是看球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朴货当中啊 是不可多得的三者兼顾的品种 蓬莱贡现在种子呢 价格非常便宜 因为花比较多啊 种子也非常多 所以应该单粒种子的价格会在一毛钱以下 苗子一般三到五块钱 可以开花的大球呢 25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 当然群生的价格肯定就比较贵 就没有办法预估了 那对这个品种的综合总结呢 是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然后蓄水量也较少 光照要求强度呢较高 苗子播种程度呢 也算是较容易的 大球养护程度呢 也是较容易的 总体看来 这个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球啊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这期的蓬莱宫介绍就拍到这了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